非常感謝各位看見 共同的欣賞給我們五年級小妹妹 Jasmine帶來的精彩給出白雪公主 大家好 我是嘉義愛人報的五年級 My name is Jasmine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白雪公主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個遙遠的城堡裡 住著一位邪惡的王后 她走著對著牆上的魔鏡問 魔鏡啊魔鏡 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魔鏡說 我見到了一位少女 她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她是白雪公主 王后聽得很生氣 她拿起了一把劍 把獵人找來 跟她說 把白雪公主帶在森林裡 我要你在那個地方把她給殺了 獵人不冷心告訴白雪公主 有人記住你的美貌 怎樣除掉你 你趕快逃吧逃吧 獵人不冷心告訴白雪公主 這兩個白雪公主 受到了小動物的幫忙 來到了 來到了 俠人的屋屋 俠人們非常喜歡白雪公主 跟白雪公主 開心地唱歌 跳舞 另一方面 她沒有擔心公主的安危 走心提告她 絕對不能讓任何人 進到這個屋子裡來 邪人的皇后發現更短還活著 想了一個可怕的計謀 只要白雪公主 咬了一口手上的蘋果 她 就會提示呼吸 哈哈哈哈 邪人的皇后 然後就完成了蘋果 來到了 蝦 來到了 白雪公主的住宿 她告訴公主說 這 不是一根 普通的蘋果 這是一根 可以許悅的蘋果 只要你咬一口 你的蝦蝦 就會實現了 善良的白雪公主 咬了一口蘋果 沈沈地睡著了 沈說睡著死亡的人 只有那障礙詩吻 那是她清醒而復活 王子提到了 王子提到了這個消息 也公主說說那個吻 公主說一喜了 王子和公主說是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了 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